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00万像素长焦镜头 看来三星Note 8搭载双摄是没跑了 就是不知道这两颗摄像头是横着摆还是素着摆了 今天苹果正式发布了iOS 10.3.2的更新 并没有增加新功能 主要是修复bug改进系统性能 提升老iOS设备的续航和流畅度 而有外媒报道苹果将在下月的开发者大会 发布搭载第七代英特尔处理器的MacBook与Pro 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更持久的续航 著名为棋手柯杰五月下旬将在乌镇再战AlphaGo的升级版Master 人类棋手并不被看好 反正柯杰表示AlphaGo在棋盘上摁倒我 我才服 外媒曝光了华为荣耀9的发布会邀请函 上写6月27日德国柏宁一起见证荣耀如何照亮夜晚 由此推测荣耀9将主打夜拍 我不指望他能照亮夜晚 只要不搞内存闪存的大抽奖活动 我就谢天谢地了 集结又拉风 昨天翻车了 非常对不起大家 最近学校事情太多 我没有做好把关工作 一分钟回来不易 恳请大家稍微体谅一下 也欢迎你们批评监督我们 大家一起让一分钟变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